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史,我是依依 英国皇家历史学家莱西先生一直在研究温莎家族的过往 他揭开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并且透露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戴安娜王妃之间的关系 女王喜欢过单纯的戴安娜,但是也责怪过胡闹的戴安娜 在戴妃与查尔斯王子离婚之后,伊丽莎白二世不太愿意在王室提起她 可是因为威廉王子的优秀,英国女王不得不感谢她的前儿媳妇 这个为了英国君主制带来希望的女人 94岁的英国女王身上背负着重任 她要对得起父亲的嘱托和家族的信任 扛起英国君主制的大旗是她毕生在做的事情 女王老了,所以她必须得找一个稳妥的继承人 按照继承顺序,查尔斯王子排在第一位 威尔士亲王与卡米拉的感情就纹绕乱了民众的心 人们情愿看到君主制被取代 也不想目睹卡米拉登上王后之位 了解了民众的心声之后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更加的器重威廉王子 对威廉的妻子凯特也十分看好 女王一向温和,但有时候也是霸气外露 她为了整个家族的兴衰 首次承认戴安娜王妃38年前的功劳 感激她生了威廉王子 莱西先生在公众面前描述了这个事实 女王和菲利普亲王都没有否认 英国君主有多宠爱她的长孙威廉王子 想必皇家粉丝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她眼中不仅仅是有对亲人的爱 更是有着对未来的希望 这对祖孙接触的最平凡 感情也是最为亲密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当哈利王子认为祖母伊丽莎白二世像一个大boss时 威廉却认为奶奶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太太 哈利对女王陛下有些畏惧 这在她长大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而威廉王子就不一样了 她完全享受祖母给她带来的爱 并把相同的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在奶奶面前 威廉王子是放松的 而女王同时面对查尔斯和孙子威廉时 她只是愿意把身子扭向威廉 查尔斯王子年轻时不理解母亲的做法 如今她白发苍苍 也想享受田伦之乐时 便逐渐对老母亲的做法越来越欣慰了 在女王的八个孙伯之中 威廉王子是唯一被女王高看的人 其他人都是只有亲密的家人 大部分人都是愿意看到女王宠爱威廉的 只有卡米拉是个例外 她嫁给了查尔斯王子15年 在克劳伦斯宫中逐渐找到了做康沃尔公爵夫人的感觉 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英国王后 可是王室法律摆在卡米拉面前 她到底是做国王的伴妃 还是先拿下威尔士王妃的头衔 再做英国王后 女王始终不给她一个准确的信息 94岁的英国女王只顾着培养长孙 另外她还帮威廉王子教会凯特更快的适应王室规则 凯特米德尔顿是威廉王子自己选的配偶 她来自于平民家庭 但是已经融入到王室生活之中了 凯特王妃身上的优雅比卡米拉更为突出 她和戴安娜王妃一样带动了英国王室的新史上 在女性方面也是为英国君主制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卡米拉比来比去依然超越不了凯特王妃 更无法与戴安娜王妃相提并论 她气急败坏 只能把怒火撒向查尔斯王子 这对夫妻实际上已经争吵了很多年 莱西先生说 卡米拉在五年前吵着要离婚 当时因为威廉王子的儿子乔治小王子太过受仇 让她失去了希望 时过境迁 卡米拉等到了机会 她有了梅根的神助攻之后 竞争王后之位的苗头就又有了 可卡米拉却始终忽略了一个事实 有些过错是不配被原谅的 女王都改变不了民众的心声 更何况是背负罪孽的她呢 接下来是戴安娜与查尔斯的十年婚姻 从满眼的爱意到一个眼神也懒得给 近期网剧王冠的热播 让我们又再一次宠闻了戴安娜和查尔斯 令人心碎的十年婚姻 十年前戴安娜是一个向往爱情的小女孩 她纯真善良 相信查尔斯就是自己的白马王子 十年之后 戴安娜的心彻底死去 她饱受暴食症的折磨 还要忍受查尔斯对她的种种情绪上的暴力 在历史上戴安娜和查尔斯都留下了不少的影像资料 从这些资料之中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得到 戴安娜在这十年之间的变化 订婚的时候 年仅十九岁的戴安娜闪闪发光 她闹上盏蓝色的眼睛里面 包含着唇真羞涩 以及对未来生活向往 听到记者的问题 她害羞的低头一笑 咬了咬下唇 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孩 却在王室的生活之中迷失了自己 最后走上了不归之路 81年的夏天 不到二十岁的戴安娜和她心目之中的白马王子查尔斯 举行了童话般的盛大婚礼 站在象征着英国历史和尊严的白金汉宫的阳台上 查尔斯牵起戴安娜的手 轻轻一吻 两个人相互对视 戴安娜的整颗心都已经被幸福填满 戴安娜和查尔斯的婚姻之中 虽然有大部分情节都是黑暗的 但她们也曾有过快乐的瞬间 她们也曾经像相爱的夫妻一般感受爱情的甜美 她们也曾经像一对普通的父母享受孩子带来的快乐 坐在自己仰慕的丈夫身后听她演讲 戴安娜的脸上写埋了崇拜和爱慕 戴安娜是一个喜欢搞怪的人 她甚至会在公众场合捉弄查尔斯 把鲜花捅到查尔斯的脸上 那个时候的她们感情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可是这些甜蜜的时刻却转瞬即逝 戴安娜在这段婚姻之中更多的时间是孤独痛苦的 她用抱一抱时来发现心中的郁闷 她使一场大发脾气来表达对查尔斯及卡米拉的不满 她甚至曾经直面卡米拉 让她把查尔斯还给自己 可是不管戴安娜怎么喊叫怎么挣扎 她都再也逃不出婚姻的深渊了 在婚姻破裂之后 戴安娜和查尔斯出席活动时也毫无交流 相隔甚远 在晚夜之上 查尔斯依旧是侃侃而谈 但是在她身后的戴安娜 再也不会用当初的爱慕眼神看着她了 戴安娜在象征爱情的太极灵前 留下了一个人的照片 仿佛让我们看见她在婚姻之中 也是如此的形单影之 落寞而又孤独 戴安娜秘密地录下了自己的王室 对查尔斯昆宁的看法 说起王室 她已经无力吐槽 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或许她也在懊悔自己当初为何那么的天真 相信查尔斯会爱上自己吧 从1981年到1992年 这十年的时间消磨了戴安娜眼睛里面的光亮 从而也是耗尽了她对婚姻的信心 两个人走到最后已经形同末路 照片也是无法掩饰 他们对彼此的冷漠态度 从心动到心碎再到心思 戴安娜也是艰难地走完了十年的婚姻之路 正当她要开启一个人的美好生活时 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人生之路也是走到了尽头 戴安娜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苦痛 但是她也给广大的民众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这样的一生究竟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呢 3332 15